白宫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结束了亚洲的行程抵达阿拉斯加 他定于周四和周五在当地会晤中国官员 白宫方面表示 未来是否与中国官员更进一步的接触 要等到阿拉斯加会议结束之后再做考量 但同时 美国对于人权 香港 中国军事扩张党议题将不会放松 白宫同时反驳 因为拜登政府对中国强硬 导致了亚裔美国人受到种族歧视的说法 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 耀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已经抵达了阿拉斯加的安格拉市 那么要在那边今天以及明天两天 与中国主导外交的杨洁篪以及中国外长王毅来共同会晤 那么在这次的会议当中 我们知道中方强调说这个是一个战略对话 不过白宫以及国务院都多次的强调说 这次会面并非战略对话 会议结束之后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那么这个白宫方面也表示呢 在星期四的白宫记者会上就被问到说 这次阿拉斯加会议之后 是否会有更多相同层级的会议 或者甚至拜登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有更进一步的接触 以及如果之后没有相同的对话的话呢 是否也代表了奥巴马政府时代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已经不再延续下去 对此呢白宫发言人莎琪则是表示说呢 本次的对话只是拜登政府现在还在严拧对中国政策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莎琪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until we close to you camera on your screen concerned about talking and what subjects are to several role models, including ones that has previously served in this meeting, we certainly anticipate will have difficult two 我們希望它們會說實話 他們計劃掩護項目 我們有關關於人權利益 香港 我們有提供一些批判 關於香港的抗議 在近幾個天 技術上的關於技術 或資料保護 在這區域的軍事 那么所以呢美中两国的元首有可能就可以在这个气候峰会上碰面 不过呢被问到说拜登总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否因此而可能进行会晤的时候呢 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则是表示目前还没有双边会谈的安排 那么美国之间记者呢也询问了白宫国安会 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Emily Horn则是回应我说呢 她说气候峰会将是各国元首由线上虚拧来共同参加 从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发生了这个亚特兰大针对亚裔商家的枪击案 有八人死亡当中有六人是亚裔的女性 拜登总统已经下令说白宫降半旗来哀悼亚特兰大枪击案的死难者 那么在新一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 有媒体责拿的美国的媒体Asios所引用的一位 研究亚裔美国人的社会学家德辛格拉的话说 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造成 华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的不安 来询问是否因为拜登政府对于中国的强硬态度 所以造成了现在亚裔美国人受到歧视的局面 对此白宫发言莎琪驳斥了这样的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莎琪是怎么说的 I would just refute the notion of that question The president is and the vice president are meeting with leaders of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tomorrow They the president raised the rhetoric the his concerns about rhetoric about attacks about threats against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country during his prime time address He signs an executive order he's asked his members of administration to listen hear think about policy solutions I would say his effort is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not part of the problem So I would just dispute your question 拜登总统以及哈里斯副总统原本就计划星期五要前往亚特兰大 来推广美国救援方案并且呼吁民众来接种新冠疫苗 那么现在他们就取消了晚上原定的政治活动 改为跟当地的亚裔美国人的社区的领袖来见面 一起来商讨亚裔美国人社区所面临到的威胁以及攻击 好了 好的 感谢亚裔美国人的详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